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金融危机已经转变成经济危机了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明确表示说金融危机已经转变成经济危机了 这是世界银行行长在22号说的这番话 他说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头还会引发一场失业危机 并且导致食品和能源供应的恶化 而且佐利克特别强调说这些危机一旦接踵而来的话 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造成的伤害是最大的 而对于目前的危机来讲 佐利克说主要的失业危机的警告和预测可能会集中在一个经济转型上 他说目前的金融危机呈现出来这种经济危机的典型的特征 首当其冲的就是北美的汽车工业 也就是美国的汽车工业 目前截止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都毙于破产的这种边缘 希望政府予以援助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布什在APEC的会议上也在呼吁保持自由市场 布什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与会的各国领导人明确说 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来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 那布什自己在整个会议的发言当中 说再次充满激情的讲述自己对自由市场学说的信仰 他呼吁亚太地区能够成为自由市场 自由贸易和自由的人民 那布什又指出说 面对眼下的金融危机 很多人指责自由资本主义是罪亏祸首 他认为越是这样的时候 那各国政府就应该越需要勇气和胆量来抵制市场保护主义的诱惑 那布什呢也提到 在当年经济大危机时留下的一个持久的历史教训就是 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经济的衰败 所以当时呢是出现这种思潮 社会主义的产生跟这种当时的大萧条的背景是直接相关的 人们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 以为社会主义会怎么样 结果社会主义带来的灾难更加的持久 更加的深刻 一直到今天 咱中国的老百姓还生活在这种体制之下 但是呢还以为自己不错 最麻烦的就在这里 那我们知道呢 在大陆呢最难知道的就是真相 但一旦真相知道之后 所有真相都能暴露于天下之后呢 中共就麻烦了 网上出了一篇文章 说中共说漏了嘴 四川地震实际死亡高达一万九千多学生 文章呢上来就讲说 在上个星期五的记者会上中共官员说 有一万九千零六十五名学生死于今年五月十二号的大地震 原本这次记者招待会呢 是中共来震灾的一种贴金会 但不成想一下给说漏了嘴了 把真实情况讲出来了 美联社21号报道说 中共官员们首次承认有一万九千多名学生在五月十二号大地震当中死亡了 但是中共意识到说走了嘴了就马上改 当中共意识到说漏了嘴了 结果四川省委的宣传办公室的官员讲 在新闻发布会上官方翻译曲解了这位发言人的说法 说发言人讲一万九千零六十五人是已经辨别的总的地震死难者的人数 你说吧 我就觉得说作为普通人来讲老百姓来讲 咱就说一定让他当官的说 一定让他说 说着说着他怎么画怎么圆 你会发觉本来是想画圆了 最后画成三角了 那所有老百姓包括媒体呢 明确说不小心说漏了嘴 紧跟着就反悔应该是真实的一面 而纽约时报针对这件事情在星期五的时候也明确讲说 当时发言人讲的话 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努力重建地震校舍之上 一下子转到到底有多少孩子 在不合格校舍的瓦力下丧生的这个不解疑问中来了 那文章里呢 最后的结论他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地震死亡学生的人数依然是敏感的话题 那不是敏感的话题 国家秘密 他说官方对地震的报道都围绕着部队怎么艰苦救援上 以及普通老百姓出钱出时间努力营救的这种空前的慷慨之上 那至于死多少人呢 那是国家秘密不能讲的 网上呢 有另外一篇文章就讨论有关甘肃垄南事件 美国之音上说甘肃骚乱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那文章里呢 上来就提到说 中国媒体只报道官方的说法 那结果外国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却采访了老百姓 换句话说的 外国媒体倒把咱中国老百姓当回事 有各种各样的报道 他引述了几个 第一个路透社在18号说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旅馆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讲 其实只有几千个上访的人 但是警察放了催泪蛋 搞得女人和孩子很难受 结果把大家伙惹火了 第二个纽约时报在19号报道说 一个自称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男子在接受采访时讲 人们很愤怒 那现在周围村庄的许多农民都来支持他们 虽然我曾经在政府工作 那我也支持那些人 而这个洛杉矶时报19号在报道时说 一个智川厂的厂长叫做何周娃 在接受采访时讲 人们现在还在市政府大院里头 我不敢到那去 但是大家都说这件事 他说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有很多上访的人 所以外国媒体在尊重咱中国的老百姓 而中国的媒体要听党的领导 至于老百姓是死是活 没人玩 而在报道当中中外媒体不同之处呢 说中国的媒体呢 强调官方保持克制 干部和警察受伤 而外方媒体呢 报道呢 是群众受伤了 那文章里呢 明确说 外国媒体同时报道群众的受伤情况 他说比如 法新社19号就报道说 一位在旅店工作的接线员讲 他在电话上讲 说昨天有很多人 警察用催泪弹驱赶他们 我听说有好多人受伤了